我国法律过去禁止国人收割和售卖割冬业 但是允许割冬业的种植活动 不过副首相拿杜兹里旺阿兹沙 今天主持内阁反毒委员会会议后 正式对外宣布 政府将会修改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0条文 禁止国内所有的种植割冬业活动 任何想要种植割冬业的国人 都需要事先提出申请 凡是未获批准下种植割冬业 将被列为犯罪行为 另外旺阿兹沙也披露 政府正在草拟管制西强力交的相关法令 以遏制我国吸毒群体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副首相拿杜兹里旺阿兹沙 今天主持内阁反毒委员会会议后 对外公布禁止国内所有种植割冬业的活动 以避免民众滥用有关毒品 另外旺阿兹沙揭露 在我国西强力交的群体越来越年轻 因此政府有意草拟 遏止西强力交的相关法令 来管制和监督青少年 为了避免青少年 吸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委员会也建议政府仿效冰岛 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 实行未成年宵禁措施 旺阿兹沙也促请父母 不要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 应该要好好监督孩子 以免年轻一代软上毒瘾 NDP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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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